大家好,我是Billy楓 今天KK又來到我們的訪問中 我剛剛跟KK在聊天的時候,我也覺得為什麼又是你 但是我們要為我們的《劉伯之間城堅尼地球巴勒斯坦劇本革命的承諾》 網上讀劇演出去作一個Final Call 所以我們都不言沉棄,我們又再出來一幕 沒錯,我們在老市上出現了 你好,KK,我知道你也介紹了自己很多次 可不可以請你再介紹自己一次嗎 我是KK,劉伯之間藝術總監 然後是這個星期天晚上8點 《巴勒斯坦劇本革命的承諾》的讀劇導演 你好,KK導演 我想雖然你已經做過很多次訪問 在《劉伯之間城堅尼地球》 可不可以請你再跟我們的觀眾說一次 就是究竟讀劇和其他形式的藝術表演 其實有什麼大的分別呢? 嗯,嗯,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看過舞台劇 或者就算沒有看過的話 都可能有一點點概念 究竟舞台劇是一個什麼的一回事 有一班人在台上走來走去 之後有很多情緒 然後就會講對白,就是一套戲 那就是這段時間開始 其實我們每次排戲 那些戲之前我們都會打個劇本來讀的 讀完之後才開始正式 我們排走位啊,那些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那時候已經有讀劇了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比較,尤其是Zoom之後 Zoom開始,即是COVID之後 和之前一點點 都開始多了些人會用讀劇的形式 去做一個,簡直是演出 即是不只是排練之前 我們大家一起整班演員 順一下劇本 讀一下,至少你知道我做什麼 即是我也知道做什麼 即是正式變成一個表演 就是,都是這... 不是說很長時間的事情來的 那其實為了什麼呢? 正正為了現在很多的外國的 一些比較新的文本 其實他們可能更加更加 除了一套戲的drama 即是說,恩怨情仇之外 他們更加可能 著重於劇本裡面的一些思辨 一些思考 哲學上的一些討論 所以就會有這種表達的方式 就是我們現在不需要說 很多又走來走去 又要走位啊 又要轉個身 不搞這些事情了 我們只是很誠實、很真誠地 去讀這個劇本出來 那當然有戲的 那沒有可能是朗讀這款 那一定有一定的感情 但目的都是希望給觀眾 可以在一個比較 沒有任何 side track的狀況之下 是focus回到劇本 那個劇本的內容 是做些什麼 說些什麼 探討些什麼 那我們現在這套劇 我們這次都會用這個方式去做的 是啊 好啊 因為我對於可能舞台劇 或者是藝術 比如舞台劇 或者演戲的方法 我的理解就是 第一個階段就是 演員在那裡圍讀 就是圍著 圍著 然後在那裡讀劇本 去run一次flow 第二個之後 然後就試當真 然後就試一下排位走位 然後最後就真的開始 Action 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 而在表演的過程中 在你面前好像 好那些叫什麼 扒門弄腹 就是在那裡 不是啊 說什麼都叫我 哈哈哈哈 就是在看 check up一下 看我的理解會錯 然後之後 他 但是我們這一次 如果是讀劇的話 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呢 就focus了 可能不是在propsy 啊 不是在演員的肢體上面 反而是 聲音的演繹 在文字 以另一種方式 來呈現 在觀眾面前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更加 focus在 故事的本身 那就會更加好 我想也是這一個 還有沒有應該要說的 就是讀劇和其他話題 其實之前和Simon都 之前和Simon都 合作過幾次了 就是這種網上讀劇 那當然啦 我們網上讀劇 有些燈光啊 又有些聲音啊 又突然間有些特別效果 我們一定沒有這些 所以我們之前和Simon都是合作過一些 都是讀劇 我們讀過這個 白羅斯一個 關於他們一個 抗爭的劇本 讀過這個 烏克蘭的一個 Bad Rose的一個劇本 之後伊朗的一個劇本 這次就是第四次劇本 其實每一次都有些少少不同的 例如白羅斯那次 我們說是讀劇 但是其實 最後都已經不是完全讀劇 我們都會有些角度啊 怎樣擺啊 那時候可能是縮馬一塊啊 接著都開始嘗試 會做多些少戲的 Bad Rose就是 比較多些少是鏡頭運用的 好像我要兇你的時候 鏡頭會變成我是這樣兇你啊 然後被控的那個 鏡頭就會斜著自己 就會好像縮起來啊 會做這些鏡頭運用的嘗試 但是這次 我們應該會再反隔歸珍多些少 真是比較正式正經的 即是沒有那麼多 side track 沒有那麼多搞作了 只是去演繹 嘗試去傳遞這個劇本出來 了解了解了解 你剛剛說到 譬如你之前也有在Simon 即是跟Simon合作 一起去做這個讀劇的過程 那些地方的故事 其實都可能是一些 即是可能伊朗啊 還有白鴻屍啊 這些這樣的地方 那就會有可能 大家都知道 就有很多抗爭啊 有很多反抗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我想問你為什麼會想用這個 讀劇或者藝術的方式 來介入這些社會議題呢 那你覺得這個介入的角度 對他來說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講一講 就是今次呢 這個巴勒斯坦 或者沒有巴勒斯坦 其實是以色列和哈馬斯 這件事呢 那個立場呢 就是人人都可以不同的 嗯 但是之前呢 例如烏克蘭啊 白鴻屍啊 伊朗那些抗爭那些劇本呢 那個立場就鮮明很多 因為大家都知道 哎 誰騙誰錯嘛 是啊 就算今次以色列和哈戰爭 其實一開始有以色列 就是這麼慘的狀況 大家都一定有一個抗呼唇在 但是為什麼會想用藝術呢 其實都是因為 當我們已經 那些火上了頭 我們已經覺得 喂 恐怖分子雞打爆了他們 還先瞭者戰 還KO他們 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是不是 可以有多一個想法 如果我們在一些劇本 或者一些編劇藝術人士的 一些處理員的一些 resources 我們看的時候 可以將某一些 我們可能想得很單面的 一些人 或者事 我們可以再立體化一點 看到原來他們前因後果 為什麼他們會拿著槍 或者突然間 去握個炸彈 去做炸彈人 去做恐怖分子呢 為什麼會做這些 喪盡天良的事情呢 那我們要理解 是這些事情背後的一些來龍去脈 我們知道來龍去脈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再連接國際關係 甚至地緣政治 其實全部很複雜的 那些事情都這麼複雜的時候 10%都很複雜的 那麼我們這麼多複雜的 嘗試看清楚 現在都落敗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才可以 都不是說 以後都不是說 剩下不剩下 而是件事 應該怎麼解決 是可以怎麼解決 或者這件事 不管這件事 其他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什麼可能性 去避免重蹈覆轍 做回人類總要犯同一件錯誤呢 我會覺得是這件事 而藝術給我的感覺就是 就是外面很紛擾的時候 我們來回一個 純粹是一個很專注的狀況之下 放下回所有的信量 就是自己心裡覺得 一些所謂的對和錯 我們聽回一些人的故事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因為就算我之前 其實我是九月初的時候 我去了烏克蘭那邊的 那我帶了一個演出去那邊 那就是經歷過怎樣 晚上會有防空警報啊 然後又炸幾個導彈下來 就是被外國者的導彈射下來 但是又炸死了兩個人 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但是我最深刻的就是 我們做兩場的 尾場的時候 有一個是在前線回來的士兵 烏克蘭 她是因為她媽媽病了 所以她是專門請假回來 照顧她幾天而已 但是她在前線一回來幾乎 她第一件事不是回家 是跑來看我們這部電影 但是我們的演出其實是 那個是比較一些形體 不是說話的 一些是比較橙 白色 你當是一種日本 我們叫做日本式的舞蹈 當代舞蹈 然後其實大家可能不明白 但是她看手都是這樣射程 走光了 看 然後完了之後 她因為英文都不是特別好的 但是她真的走過來 就是泛紅 然後淚光閃閃的 在跟我們壓手說 多謝你 多謝你 那那一刻我就會想 這個演出 只是動身體而已 你都不知道 其實說些什麼都不是有對白 但是你會有這種感動的時候 其實是一種什麼來的 對來說可能藝術就是 除了剛剛所說的 是包括人故事之外 就是再回到一種 人很純粹的一種交流 或者一種感動 就是純粹一種是共感 或者原來你有這樣的經歷 可能都不知道怎樣形容 但是有些 這種感覺 我覺得是藝術做到的事情 是 就是突然間在一個 所謂深憂悴悴悴 突然間覺得 那種就是藝術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也很認同 就是回到反駁鬼爭 回到人的故事 因為譬如我看哈馬斯 以及以色列的衝突 我就 我的內心就會在想 美帝國主義好 所以呢 以色列就是美帝國主義的盟友 那就一定要撐了 OK 我想這些問題就會想 很方式的 但是也不應該忽視不同人 對不同派對不同派對各自的壓迫 而我們這次的這個 愛從那個角度就是說 可能是巴勒斯坦的一些人 他們受到的一些其他的壓迫 他們背後的故事 再簡單一點就是 葉繼歡大賊 做這麼多壞事 但是也可能有些電影 會把葉繼歡的一生 這樣 即是你怎麼拍攝都無所謂 但是我們會嘗試了解 他們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看完之後可以在自己的角度 都是覺得 怎麼搞的 又捉人在一個音樂制 又捉人又射人 有沒有可能發生這些事 反正是恐怖分子 都可以照顧住 但是我覺得是 他們去回他們自己的人民 平民的一些感覺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不可以忽視 是了解了解 所以很好啊這個角度 我們可不可以最後呢 我知道你上過很多次了 就算這個讀劇 我也不阻礙你太久了 最後可不可以請你再 因為我們這個讀劇的活動 就是香港時間的 2023年11月19日的晚上8點 英國時間同日12點 溫哥華就是凌晨4點 和雪梨時間晚上的11點 來進行的 趁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可不可以再請你做一個呼籲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參與 怎麼說呼籲 沒有啊就星期日 香港時間8點 我們也很難得 因為說真的 我想亞洲東南亞都很少接觸得到 巴勒斯坦的劇本 當然那邊的局勢這麼亂 那麼其實有多少人做藝術呢 做了一些藝術出來 有沒有翻譯了英文 給別人看到呢 那麼其實這件事已經很難得了 再加上現在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的情況之下 那麼大家好 就是什麼 意粉 就是大家 哇 一套火的時候 是的 那麼那種狀況之下 咦 在這麼火辣辣的狀況之下 看回一個 咦 某一個角度的 的故事 的故事 會不會令到自己 都有多少少 未必是這件事 都有什麼 新的想法 但是可以再看多些 或者影照到其他的情況 其他的歷史 會知道我為什麼會有些事情發生 是的 還有我們都真的 難得地拿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可以introduce 到給香港的觀眾 或者其他海外的觀眾 我覺得都是見到難得的事情 是的 我們都一個星期時間 匆匆忙忙都爆了一輪 我們都 我們都 睡覺都睡少了很多 你知道 睡覺很重要嗎 現在是 是的 沒錯 是的 所以大家都有出力的 辛苦的 大家就支持一下 這件事 我覺得都值得了解一下 巴巴斯坦的 你說藝術也好 他們的戲劇創作 故事 都值得的 我覺得 是的 不論立場如何 我們可以從藝術的角度 我們可以從藝術的角度 去了解這件事 也是從藝術角度 也可以去看一看 或者感受一下這種表達方式 尤其是以廣東話讀劇的方式 很感謝你 KK導演 我們今天不妨礙你太久了 感謝你 感謝Billy 拜拜 就是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加沙戰爭 這場獎開始之後 我們就有談過 是不是有些劇 可以讓大家多了解當地的情況 10月7號 哈馬斯這樣攻擊以色列之後 其實那些慘況大家可以看到 用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 去看整個局勢 或者他們巴勒斯坦人 受到的所謂他們的壓迫 其實這個劇 就是2021年那時候寫出來的 不是一個創作的劇本 其實劇本去開始這個project 是一個叫做 Freedom Theatre 是在這個West Bank那邊的劇院 他們在那邊做這個 Cultural Resistance 做了很多年 訪問一些藝術 或者紀錄 他們將這些人的一些說話 嘗試將他們剪輯 變成劇本 都是想去帶出究竟 巴勒斯坦那邊發生過什麼事 可以說到 不是 那個 你怎麼還沒有 沒什麼 沒什麼 你怎麼會 你怎麼可能